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会战争 饥饿 贫穷 暴力 色情 灾然灾害 环境污染也在失事不断地影响着我们 可以说在这个婆娑世界 我们的生命虽然何等短暂又无常 却都是被痛苦和烦恼包围的一生 如果一个人能够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地度过此生 实在是荣幸至极 其实想要尽量摆脱痛苦和烦恼 让自己每一天都活得开心自在 了无遗憾 也并不是特别难 只要你相信因果 记住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这句话 同时有几件事你千万不要做 这些事情对你的一生影响特别大 不孝顺父母 父母生我 养我 恩情 身后 佛经上说你报答几亿节都还不了父母的大恩 不孝父母者天地都难容 况且连父母之效力都不尊者 又何能领导他人 何能服众 贪淫好色 贪淫好色之人心中存邪 缺乏浩然正习 生活事业都会很不顺利 所求为愿 不能圆满 而且贪淫之人身体肯定受损 岂能不得病 经常杀生 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有他特定的因缘 但不是用来供人杀的 经常杀生的人心中缺少善念 又怎能得到事业 生活上的机遇 偷盗 偷盗的概念非常广泛 只要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而占为己有 哪怕是拿公司里的一张纸 一支笔都属于道 虽然我们有时是光明正大的心理 也很坦然的 但是这种行为是非常消耗自己的福报的 而且你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发生同样的损失 还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偷盗 但即使发家之富了 最后终究还是落了一个悲散贫穷的恶果 爱贪便宜 非常吝啬 很少做善事 心中贪力 贫穷 常不离左右 不做善事 没有福德资粮 坐吃山空 这种人没有博外救苦之心 没有人缘 也必定缺少他人帮助 又怎能成就事业 纵使一时快活 可终究会才去才空 不尊敬师长 供高我慢 既然作为你的老师 你的领导 肯定会有比你优秀的地方 如果你毫不谦虚 总是认为他们这里讲得不好 做得不好 或者领导无方 那你肯定会毫无作为 因为你心浮气躁 没有王者风范 孔子曰 三人行 必有我师 不虚心者 又怎能弱骨 常说假话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友好相处 贵在 相互真诚 忌讳虚情假意 不论是六亲 眷属 朋友上司 只要你平时言语诚恳 真心善诞 一定会赢得他人的信任 经常编造一些子无虚有的故事 或者养成了说谎 心不慌 对任何人都能随口说假话的习惯性 条件反射 有时往往会因为一句随意的谎言 而付出极其惨动的代价 如果上述七项你毫不沾边 恭喜你 你必定是有福尊贵之人 即使你现在有什么困难 也一定会柳暗花明 拨云见日 如果你有几项和上面一样 建议你立即改正 真心忏悔 并积极积功得德 不管你现在如何 你的未来肯定会有极大的转变 人生的光明越强 佛说 生活不用比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幸福的 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 却能左右人生的全部 心情好 什么都好 心情不好 一切都乱了 我们常常不是输给别人 而是坏心情贬低了我们的形象 降低了我们的能力 扰乱了我们的思维 从而输给了自己 控制好心情 生活才会处处祥和 好心态塑造好心情 好心情塑造最出色的你 摔跤了不要哭 再爬起来 站着一笑拍拍灰尘 继续奔跑 正是人生的每一挫折 适应人生的每一回起伏 吸取人生的每一场失败 利用人生的每一个坎坷 努力给自己一个最美好的心情 平衡住自己的气息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不急于成功 就算摔了再大的跤 也一样能够成为明天的更好 很多时候 我们总希望得到别人的好 一开始感激不尽 可是久了便是习惯了 习惯了一个人对你的好 便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有一天不对你好了 你便觉得怨怼 其实不是别人不好了 而是我们的要求变多了 习惯了得到便忘记了感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